最近大家都对拍卖比较了解 为什么呢 天天出新闻 天天创世界记录 所以我们公众对这种拍卖本不熟悉的一种销售形式逐渐开始了解 我年轻的时候是没有拍卖的 过去认为这种形式是一种资本主义腐朽的方式 这个按照1979年版的慈海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拍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买卖方式 你想他认为这种拍卖的销售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买卖方式 可见在80年代以前呢 中国根本就没有拍卖这个行业 那其实呢 拍卖就是一种商业的销售形式 以后来的我们的词典就这么改了 就是说卖方呢 把商品卖出 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这个方法叫拍卖 其实也不一定 就是拍卖的销售呢 有多种形式存在 我们先从根上要了解了解 就是拍卖的历史 拍卖是一种西方人的销售方式 跟我们古代的销售方式完全的不一样 它这种销售方式呢 在这个文字记载中最早是在巴比伦的 古代巴比伦出现的 它拍卖什么呢 拍卖新娘 你看拍卖新娘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听着比较刺激 那么拍卖新娘是怎么拍呢 就是把试婚的女子 按照美丽和健康的程度 我估计那健康也包括身条 等等等等 按照顺序拍卖 出价最高的男子成为新郎 听着十分诱人 你们恨不得今天有这事 今天真有这事 也轮不上你 其实这种啊 是那个年月 那个时代体现人生价值的一种 非常好的方式 那我们中国人都玩什么呢 在人家拍卖新娘的时候 我们玩的是抛锈球 是吧 古代是抛锈球 抛锈球也算一种销售方式 这种方式叫什么呢 叫博彩 我们今天买彩片就这意思 背不住谁就哪天中了彩 你想想 拍卖在古代就是玩实力 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幸运 我们销售是采取幸运的一种方式 一个锈球抛过来 谁逮着是谁的 而古代的这个巴比伦呢 是谁有能力 谁去买这个新娘 完全都不一样 后来呢 到了古罗马时期 这个拍卖呢 内容就不一样了 从拍卖新娘 高端商品 向低端发展 低端是什么呢 拍卖奴隶 这奴隶上去呢 都是有人去说各种的一美之词 比如身体 身体奔好 吃麻麻香 就这意思 牙口好 胃口就好 等等 说的都是这话 所以在古罗马鼎盛时期呢 他开始向海外扩张 那么他确立了他的霸权地位以后呢 他拍卖就开始空前发展 在保留了这个拍卖奴隶的这个基础上 拍卖奴隶是他一个基础 因为人那个时候啊 尤其身体健康的奴隶呢 都是他这个最重要的商品 因为他能创造价值 我们一般的商品你买回来 他并不给你创造价值 但奴隶呢 能给你创造价值 所以他在拍卖主要的商品 还是拍卖奴隶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现了拍卖战利品 拍卖商品 所以古罗马时代的这种拍卖呢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么由于古罗马时期的这种拍卖的出现呢 他实际上奠定了这个近代拍卖的一个基础 包括我们现代 欧洲长时期的中世纪黑暗中呢 这种拍卖基本都销声匿迹了 因为经济不好 谁还拍卖啊 就是能过日子就不错了 文艺复兴以后 欧洲的这个经济逐渐回暖 是吧 我们都知道 那么英国首先率先资本主义革命以后呢 就是他开始商业就开始发达 在17世纪中叶啊 英国就颁布了专利法 那么英国就开始出现拍卖 拍卖最初呢 是拍旧东西 为什么拍旧东西呢 是因为旧东西的价值不确定 新东西的价值都比较确定 就是你花了多少成本 你卖多少 你商业利润是多少 它比较清晰 但这旧东西究竟值多少钱 谁也不知道 所以拍卖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最初拍的旧东西都是什么呢 旧船 一些废的东西 那么比如艺术品 也是属于这类 艺术品它的成本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在17世纪后半叶 也出现了拍卖艺术品 比如绘画呀 手稿啊 这些东西就开始出现 那么从那以后啊 就是18世纪中叶以后 英国大量的拍卖公司就出现了 那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啊 苏富比 苏富比 最早翻译成索斯比 苏富比公司呢 是1744年成立的 那时候是中国是什么时候呢 是乾隆九年 那么随后啊 每几年 加什德公司 我们也知道啊 加什德公司 最早翻译成克里斯比公司呢 是1766年成立的 是乾隆31年 在后面还有一个英国老牌的公司 叫邦汉斯 它是1793年成立的 是乾隆58年 你看 它都在我们的乾隆时期成立 都是在英国伦敦啊 资本主义重镇 那么你仔细想啊 就是苏富比 加什德 邦汉斯都是人民 都是一个人创立的一个拍卖公司 距今都 200年以上了啊 多的都250年以上了 这三家公司呢 能生存下来 绝对不是当年 就有这三家 当年呢 这三家拍卖公司 问为本博物馆 官复博物馆 看那块贬了没有 官复博物馆呢 做出过巨大贡献 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 都是通过这三家公司买来的 你在拍卖公司买东西呢 节省最大的成本 是什么成本呢 是时间成本 因为很多东西你找不到 对吧 通过拍卖这样一个媒介呢 东西呈现 你去心里有个价位 只要不超出你的价位 你就可以买 非常方便 有人老说 拍卖公司赚了好多钱 他确实赚你钱了 但是他帮你省了时间 在时间成本上讲 这个你通过拍卖公司买东西 其实是非常便宜的 那么这三家啊 世界知名的拍卖公司 苏比 加士德 邦汉斯呢 其实最著名的是苏比和加士德 这两家公司在后来的二百多年间 尤其是近几十年间 这公司被买来买去 就是股东楼变化 比如它是个英国公司 它给卖到美国去 美国人卖给法国人 法国人又卖回美国人 英国人又想买回来 据说现在中国人还想把它买过来呢 我想可能在不远的将来 这里头啊 不定哪家公司 可能变成中国人拥有的公司 但是英国人创办的 那么1744年 乾隆九年 乾隆爷25加9 34岁的时候呢 苏富仪举行了第一场拍卖会 那么拍卖标的是什么呢 是当时某贵族留下的 数百本书籍 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876英镑 哎呀我们今天一听 876英镑 今天英镑大约1比10 就是8000多块钱 好不够我们吃顿饭钱呢 当然这顿饭也比较贵了 当年的一镑是一镑 那当年的一镑不得了 那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 现场拍卖的鱼石真图 我们的国宝才卖一个英镑 你想想那时候已经都过去100多年了 那么后来呢 到1766年的时候呢 加世德也举行首场拍卖会 拍卖的标的是什么呢 遗产 一个贵族留下的遗产 卖了多少钱呢 就卖了176英镑 没多少钱 但是今天两大拍卖公司 每年几十亿美元的成交 全世界重要的艺术品 都是通过这两大拍卖公司 就是支手卖出去的 那么在这个时期 各个地区的拍卖 欧洲就开始此起彼伏 那么荷兰人呢 他们发明了一种拍卖 很有意思 这个荷兰人他呀 在欧洲人眼中呢 他就是一农民 所以他主要就拍农副产品 到今天也是个卖花的 是吧 英国人呢 拍的就高级 就越拍越往上处 高处走啊 比如拍卖艺术品 拍卖马匹 这个羊毛 茶叶 那么拍卖呢 它其实有很多种类 我们不要以为拍卖 就一种种类 就是您到拍卖场上 可劲的出价 东西就是你的不是 拍卖第一种类型呢 就叫英式拍卖 就这种价高者所得 就谁出价高 这东西就是谁的 对吧 这个很容易理解 第二种拍卖呢 叫荷兰式拍卖 这个拍卖特别紧张 它跟那个 英式拍卖完全不一样 英式拍卖 很多人敢出价 是因为 你觉得前面那人出钱了 那人出100块 你出105块 随便出 那人出300块 你出310块 你觉得我就比他 多出10块钱 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你敢出 但荷兰式拍卖不是这样 就是由高向低拍 出价 比如1000块 995 990 985 980 往下走 只要有人出价 这东西就是你的 这种拍卖呢 中国人最不适应 中国人去的这个荷兰式拍卖 基本上都买不中东西 为什么呢 中国人鸡贼 就是生怕这一口出大了 但是英式拍卖 中国人就敢出价 为什么呢 我就比你牛 你出那个钱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就比你加一口 所以有人在拍卖场上 有一外号叫加一口 比人加一口 那还有一种拍卖 叫中式拍卖 中式拍卖没听说过吧 早就有 民国时期就有 清代就有 这中式拍卖是怎么个出价方法呢 叫暗标 不明着出 暗着出 你比如过去老古玩坊 民国初年的时候 某一个人找到一个好东西 比如找到这杯子 找到这杯子 杯子喝点水吧 杯子是能用的 不是摆设 你们老以为是摆设吧 你看 喝一口水 比如这杯子 我买回来了 他们是在内部先卖一次 什么叫内部卖一次呢 是在所有的古玩商中 先卖一次 以求善价 然后再走入市场 比如哪天开标 大家就来了 来了以后 大家看这个杯子 觉得这杯子不错 懂行的人都开始出价 自己写一价钱 扔到一个箱子里 等人都来齐了 大家说现在开标 有一个主持公道的 把箱子一打开 所有在里面出国价钱的人 价高者所得 原则一样 但是没有人争 斗的是心理 你知道吗 这种心理的战术 中国人很贼 就中国人都是在心里斗 就想 张三出多少钱 李四出多少钱 我出多少钱 心里都这么算计 互相算计 既不要出高了 又要赢人一头 这是中国人发明的 暗标拍卖法 暗标 比如中央电视台 就用过吧 中央电视台 就用过这个暗标 暗标是什么呢 就是广告时段拍卖 各个企业去填标 都经过严密的 精密的计算 那么它出现过 两种极端的情况 第一种极端的情况 是什么呢 有一个时段 有一家公司 出了三千五百万 另一家公司 出三千五百零一万 一万块钱 又起你脖子上 结果把这个时段 给拿走 很多人喊冤 大家都说 那公司是不是出了汉奸了 把我们的商业秘密 都告诉对方了 其实没有 这只是思路不同而已 比较有经验的 比较贼的出价者 都会破整 什么叫破整呢 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 往往都在整数上 比如我出钱 我出几千万 我出两千万 我出三千五百万 他不管出多少钱 他在上面加一万 比如他出一千零一 他也不会出一千万 所以往往出整数的人 就折在那个 出零数的人身上 比如他出三千五百零一万 就起了你这一万 并不是知道你的商业秘密 而是 他形成了这样一个出价方式 还有一种极端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名 跟第一名差得特别远 比如有一次一个时段 有一个厂家出了八千多万块钱 他第二名只出了三千万 中间差着五百多万的空缺 那五百多万 不五千多万的空缺 那五千多万等于白扔了 所以非常吃亏 这种暗标呢 就讲究对市场商品 就是标的物的准确评估 然后又要 如果你想拿到这个标书 就你又要起人家一头 不能多花钱 所以这是个技巧 那么我去看的很多拍卖会 它跟电影上表现不一样 电影上都往往弄得很激烈 气氛渲染的很强 要不然你不去看 但国外实际上拍卖会上非常斯文 斯文是什么呢 比如在拍卖场上 没有人发牌子 拿个大牌子举来举去 那都是演电影 轻轻地举手就为数 就手轻轻一举 还有的人呢 我看得清清楚 就笔竖着 笔竖着为要 横过来笔 笔在手里 因为每个人都拿笔来记 竖起笔就是要 横着就不要 那拍卖师都看得清清楚楚 甚至有人都用眼神来表示出价 这拍卖师很熟 所以拍卖师经常说 谁谁谁 谢谢你 这些东西是你的了 那一束拍卖很有意思 我看到很有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两个人在病盘坐着 平时还聊两句 但出价的时候 可能左边这人出一下 右边的人出价 说来回出 我一开始不明白 说他们俩怎么好 怎么互相出价 其实都是各为其主 国外有钱 有身份的人不进拍卖厂 不在拍卖厂里买东西 他觉得我都是代理人质 我有经纪人去 我去干嘛去 我去了也可能出现不理智的情况 所以他都不去 都有经纪人 世界级的大藏家 没有一个直接到拍卖厂 去买东西的 但中国人就不行 中国人为什么去呢 中国人认为 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叫身先士卒 你看 你看国外的美国人打仗 都是叼着雪茄 拿着笔很斯文的打仗 让底下人去冲锋陷阵 但中国人都是什么呢 中国人都是把刀拔出来 把枪拿出来 说兄弟们冲啊 都是这个 这叫身先士卒 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拍卖厂本身是一个特别斯文的地方 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很多发了财的人冲进来呢 很有意思 比如我给你说个事 有些年我在那拍卖 其中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人一伸手 我就知道这人必买无疑了 为什么呢 必买无疑是他一个风格 他不管这东西值多少钱 只要有人跟他争 他就跟人拼命 是这么个路子 所以他刚举了两下 我就说 我就跟我身边那人说 我说他一会儿 再举一下 他就站起来 他说怎么可能 我说你不信你看着 果不其然 他举了一下以后 他站起来举 你看 我说让我说准了吧 他就乐 我说他再举两下以后 他会走过来 他说走什么 我说你不懂 他走起来就所有人都看着了 看见他了 所以他又举了两下 让我严重了 他果然走到那个通道上 站在通道上 走着举 边走边举 边走边举 所有人都给他鼓掌叫好 把一个当时值个 值个几十万的东西 花成几百万块钱 对吧 所有人都跟着他起哄 反正也知道他下不来了 所以就都不想买的 也伸一手 逼着他多出钱 这就是我们过度适应 实际上讲 过度适应 就是一种不适应 中国人的消费心理 是一种减便宜的心理 尽管拍卖是价高者所得 但是我们也希望去减便宜 什么叫减便宜呢 就是我尽管是这种拍卖的形式 但我一定要想办法买的最低 或者说想办法让别人不跟我争 比如前些年 前些年英国乡下有一瓶子 这瓶子偶然的出现 出现的时候呢 一开始大家都认为 这个小拍卖行 是个非常非常小的拍卖行 平时卖过的东西 卖了一辈子 也没卖过超过五千块钱的东西 突然有个人 乡下人送来这么一个乾隆瓶子 这个乾隆的阳彩的 镂空的 非常好的瓶子 这瓶子有多好呢 北京故宫都没有 台北故宫有一个跟他类似的 结果呢 他就拍卖 拍卖呢 我拍卖钱我就知道 当时印的 你知道现在要印这种名品啊 都是印一本书来表现一件东西 他呢印的跟邮票那么大一图片 都看不清楚 结果很多人跟我说 说赶紧去买吧 特便宜 我说所有人都知道了 就没便宜了 我在家 能给我打电话 说这现场啊 一百多人 几乎不见外国人 全是中国人 鸡贼啊 全都去了 谁都问你买吗 不买不买 都去看看 看看看看 都去看看 人家跟这拍卖 公司的老板说 说这东西啊 怎么也值个 一百万块钱 那时候是英镑 老板想 那我就八十万起价 八十万就开始起价 一起价 满场 没一个人伸手 因为拍卖这事 除了荷兰式的拍卖 是你伸手就是你的 但英国式拍卖 不是这样 你伸手 白伸手 你赔认 所以谁也不伸手 结果特别冷场 这英国人汉就下来了 那怎么办呢 就临时改荷兰式 往下卖 对不对 70万 也没人要 60万 也没人要 50万 也没人要 中国人积在这 且不要的 40万 30万 到了快20万了 有个人扛不住了 羞羞答答的举了一手 从此 萧嫣就起来了 然后一顿薄杀 拍了半个多钟头 这东西拍了多少钱呢 拍了5000多万英镑 当时和人民币515 用创中国艺术品的世界纪录 那个送货的人 就是本主 是兄妹俩 这东西什么时候进到他们家 是1930年 之前的事一概不知 爹妈都已经去世 这两个人在上面那观摩室 看得就气都倒不上来 太紧张了 你想祖上留着这么一瓶子 值这么大价钱 那么 这就是中国人在拍卖场上的 一种表现 你比如说拍卖 西方 非常的流行这样一种趋势 但是他必须遵循一个原则 什么叫原则呢 就是我事先拟定的所有的规矩 我一定到时候就这么卖 你比如说美国 我去美国的时候 就发现有人专门去拍卖行 去买便宜东西 去买什么便宜东西呢 买伐末拍卖 你知道美国有很多政府的伐末拍卖 必须是零起价 什么叫零起价呢 就是无底价 不能设定预先的价格 为什么不能设定预先价格呢 是因为设定了预先价格 有可能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那么这费用谁出呢 比如我们组织这场拍卖会 这东西都订好价了 最后一件没卖 那这个拍卖会的费用谁出呢 你让纳税人出吗 没法出 所以呢 所有的东西都定为无底价 那么他定的时间 比如哪天到哪点上拍 他到点就拍 他绝对不会拖延 中国人是这样 说我这个 定的某年某月某日 上午十点准时开拍 到上午十点一看 人不多 千步拍了 说咱们今儿人不多 要么再等会 等会 再等半个钟头 再等一个钟头 他得把人等足了 他才开始卖 美国人不行 美国的制度 就是到点你得拍 你不拍 我可以告你 你不是欺诈吗 好 有人就专门挑这种伐末拍卖 专门等这种恶劣的天气 有一天美国下大雪 我认识那朋友就是说 哎呀 一看下大雪 说末期的大雪 他高兴死了 为什么 他要参加拍卖 谁都出不去门了 他早早天没亮 就爬起来 就奔了拍卖场了 到了拍卖场 他想今天竞争一定很少 果不其然 到拍卖时间了 拍卖师站在台上的时候呢 拍卖一所房子 伐墨的 他坐在底下 全场就他一个人 拍卖师说 现在开始拍卖 某某标的 某某房子 开始出嫁 然后他自个儿 厚颜无耻的说 弯刀了 拍卖师一落锤是你的了 一块钱买一所房子 这就叫规矩 没有这规矩 你就赚不着这钱 你要赶中国 说今儿怎么就来一日 说那么不卖了 说你改日再来吧 你上爱上哪告 上哪告去 你中国就告不赢 对吧 你没有这事 那么 我们参加拍卖多了以后 会知道 人情很重要 中国人非常讲人情 国外是不讲的 我刚才一开始讲过 就是各为其主 俩人可以聊着天 互相为自己的主子去挤 之间没有人情 就是你能出多少 出多少 你不出 到时候你的委托人说 这东西怎么卖那么便宜 我给你的价钱明显的超过它 你为什么不举 你说我旁边有我一个朋友 不好意思跟人争 那人家以后就不用你了 你那朋友不是我的朋友 对不对 那好 在中国就不行 他有人情 你比如我的人情 你就碰过很多次 对不对 你比如 有一次 我特别想买一东西 我坐在前面 我大概离拍卖师 有个四五行的样子 我坐在那 然后我出嫁 我就觉得我后面有个人 不停地在出嫁 不停地在出嫁 我出一口 他出一口 我出一口 他出一口 其他的方向都没有人出嫁 只有一个人跟我死扛着 然后我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回头看看 到底谁跟我来举这件东西 我一回头一看 好 我一朋友 我这朋友就跟我这样摆手 指着他身边的人 跟我使劲地摆手 指着他身边的人 我一想完了 我就不该看这一眼 我一想 他就说呢 说这个您就别买了 照顾一下我这朋友 我就想那就算了吧 那我只好 我一想我照顾你这朋友吧 我就 就放牌了 结果我那朋友买走了 买走了 散场的时候 碰见他了 我说 我说 你的朋友买得不错呀 我放他一码 他说 什么我的朋友 我说你这不是说你的朋友吗 他说我不是这意思 我说你什么意思 他说我看你一买 你一回头 我说不是我买 是他买 我不认得他 是这意思 你知道吗 所以我当时就 一下就愣了 因为这个手势啊 是不是准确代表意思 我理解的就是说 你别买了 让我朋友吧 但是他说不是我买 是他买 我不认识他 结果我还没买着 这人情还没讲成 所以从那以后啊 我在拍卖场上 任何人都不看 为什么一看 看着一手人 那眼神你也不理解 啥意思 为此吃大亏 东西买不着 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啊 这个拍卖呢 是一种西方的销售形式 这里还有很多故事 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再给大家讲啊 如果需要的话 那么中国人呢 从某种角度上讲 我们不适应这种拍卖 中国人是一个 非常爱面子的一个民族 拍卖非常公开化的时候 很多人是为面子都花钱 所以中国人参加拍卖 只要一多 那东西一定很贵 一定严重的超值 你比如这个去年啊 春天的时候苏比的那场 安思远的专场拍卖 一看啊 满场爆满的中国人 那东西卖的全是航行价十倍以上 为什么 大家都要面子 大家都不冷静 我们把西方的这种销售方式 引进来的时候 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后果 我们过去都是秀来秀去 什么叫秀来秀去呢 就是甩着大秀的手在里头摸 所以过去摸手指头是一种销售方式 我们是在那样一种保密形式下的一种公开买卖 就是当着所有人 你比如过去的人啊 卖牲口都是 在牲口市场上 两个人甩甩袖的摸摸手指头就买走了 别人都不知道 所以中国人不适应西方这种公开竞争的一种销售方式 包括我们生活中 我们工作中的竞争 都不习惯于一种公开的竞争 那么我们今天加入了世界国际的这个大环境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一定要学会镇静和冷静